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经过这十多年来之后 对他们的了解 还有对于他们所传承下来的 这些歌曲背后的一些文化意涵 做一个希望是可以稍微 有一点深入的介绍跟解说 因为我想说来到较大的学生 想必是会除了想要看 一个特殊的表演之外 会有一些想要探求 这背后到底是为什么 或者是它到底是什么的一些好奇 所以借着这样的机会 很难得能够跟我的布农组朋友们 同台一起演出 那我讲他们唱 希望经过今天的这一场的演出 你们对于所谓刚刚米娜所说的 无形文化材 或者是非物质人类的文化遗产 它的意义 还有在这个其中 在台湾的所有的指定团体中 第一个原住民被指定的团体 就是今天的团体能够有比较深入一点的认识 那也希望留下一些种子在你们心里面 对于这些即将 我们常说这个我们要做森林富裕 或者是这个动物的保育 Indangered species 在人类的文明 或者是人类的艺术的里面 也是有这样的类别 对于这样的一种很特殊的音乐 很特殊的意义 它承载着人类发展的历史 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活化史 对于这一类的艺术呢 你们心里可以有更多的珍惜 或者是更多的感动 甚至将来可以有更多的行动 布农族的音乐 大家知道布农族是 我们所有的原住民里面呢 在过去是居住海拔最高的一个民族 所以在日据时期之前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机会 跟西方文明接触 也不可能有西方传教士来教他们 什么叫做合唱 但是呢 在1943年 在日据时期的后期的时候 有一位学者叫黑者龙巢 他在台湾呢 做了环岛的普查 那他在布农族的部落里面呢 录到布农族人非常特殊的唱法 布农族居然会唱和声 居然会唱和声 那这样的和声呢 它整个的基础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会多跟大家讲 就是大家 如果你有学过乐理 所谓的三和弦 如果你会弹吉他 你一开始就要学各样的和弦 他们歌唱的基础 就是这个西方所谓的和弦 但是他们没有接触过西方文明 他们会听到 而且会有意识地用它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 于是他把布农族 就是等一下我们最后的压轴 这首巴斯伯伯俗称的八部和音呢 带到联合国的UNESCO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 在这个世界知名的学者面前 present这个音乐学者们都傻了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就是1952年的这个会议呢 台湾的原住民的音乐 第一个在世界舞台上 在一个非常学术的场合被听到 颠覆了西方长期以来的 西方中英心的思想 就认为音乐就是西方的那一套 在音乐史上的这样的演技 也让学者有更深的心思 对于音乐的起源 对于音乐一向以来的 西方中心的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 产生很大的冲击 OK 那这样的音乐 到底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我们刚刚一直讲到和弦 讲到和声 布农族的音乐呢 有一个很大的特性 就是每歌必贺 也就是如果你到布农族的部落 你跟一个朋友说 你唱个歌给我听吧 他就会说 一个人唱不好听 我们不会一个人唱歌 我们一定要一起唱 真的他们不喜欢 也不会一起唱 因为觉得 音乐就是要这样和嘛 OK 所以呢 我们先来听 我们先来听 我们的布农族朋友们 为我们唱两首布农族的童谣 童谣也是要用和唱的 第一首是 Simmatisbomba'af 谁在山上放枪 第二首是 Ginana Adaguo'就是 达古尔之歌 都是布农族的童谣 那我们先来专心聆听 我们的朋友们 为我们唱两首 布农族的童谣 用非常漂亮的和音的唱法来唱 请大家欣赏 Simmatisbomba'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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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ha'af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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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這麼單純的 這是這個背後所承載的這種歷史性 所以我們說它是活化石 真的是活化石 我不知道在場有沒有音樂研究所的學生 教到了音樂研究所 沒有 哇 音樂研究所的學生居然沒有把握這個機會 在像歷史上 像這樣子的音樂 從西元八世紀到十、十一、十二世紀 要到西元十五、十六世紀 才發展成熟 出現這樣子的三和弦式的聲響 也就是文藝復興時期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才有像這樣子的 我們現在很接近我們所謂的 Harmony和聲學這樣的音樂 那如果是以民族音樂的研究的角度 就是以我們外人的角度 我這邊有個字叫做足外觀 就是以我們外人的好奇的角度 來看不如族人的歌唱 它被稱為所謂的和弦式的復音 也就是它有好多個聲部 我們剛剛是聽到和聲就是一大片對不對 可是每一部用同樣的節奏唱 於是我們聽起來就是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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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和聲 和弦式的復音 這種的唱法在台灣的原住民裡面 只有布農族有 而且這個和聲式的復音呢 用的就是西方的三和弦 就是Do Ni So這三個音 那為什麼這麼奇妙的是 西方人花了好幾百年好幾百年才成熟的和聲學 怎麼在深山裡面的布農族人就聽到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就是自然綠 這個是在大自然裡面 上天創造的時候在聲音裡面就有一種現象 那布農族人的耳朵呢 很敏銳 在安靜的山裡面聽到了這樣子的東西 不但聽到了 而且發展出特有的一個唱法 西方叫做合唱 族人叫合音 不管怎麼講就是呢 把這個天賴最和諧最和諧的這幾個音呢 加以變化成旋律 變化成各個不同聲部的合唱 那剛剛我們聽到這樣子的一個唱法 我想藉這樣的機會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族人到底是怎麼唱這樣的東西 原本呢 我在最早試著要去了解 到底布農族人怎麼唱 這樣子的複音歌唱的時候呢 我試著想要用耳朵去聽下來 每個人怎麼唱 每個人怎麼唱 但是遇到第一個困難就是 族人說我不會自己唱啊 我們一定要一起唱啊 那一起唱下來 這樣一片渾然天成的音樂 我怎麼去記錄下每一個人不同的旋律呢 於是我就想盡辦法 後來是用音樂的分軌錄音的方法 讓主人呢先一起唱 然後呢戴著耳機 我想大家可能都還有印象 戴著這個耳機 然後去聽前一天晚上大夥們一起唱的歌 然後呢想像就覺得是在一起唱 於是呢唱下自己的一步 於是我就用這樣的方法 終於騙到了 一步一步一步的歌唱 我終於能夠具體的去理解說 主人在唱什麼 因為主人就是 我就是唱嘛 就是這樣唱 可是我發現其中是有路徑的 是有方式的 剛剛在唱將的音樂 首先會有一個聲部叫做 主音 主人叫做Dudanus 主音就是領唱 還是有主旋律的喔 像今天唱Dudanus是哪一位啊 阿豬阿嬤 不要看他這麼年輕漂亮 阿嬤 孫子很大 聲音非常漂亮 聲音一定是屬於高音域的 那它會首先領唱 它會帶出一個旋律 那其他的族人就會依據這個 Dudanus的聲部 其實就像我們說的主旋律 然後其他人就會用自己的方式呢 跟著我們就稱為呢 其他的聲部通常稱 Ladulum 就是和音 這是不是西方的概念 一個主旋律 其他人和音 這個和音可不是亂和的 和音是有選擇性的一定 然後是用這個和諧的 三和諧的音語去找 而且有聲部 有聲部 除了剛剛這個獨唱中 是領唱之外呢 族人會依據自己的 音域的高中低 自己去找他們的聲部 比如說高音叫Machosnas 像今天唱Machosnas的 有哪一些呢 Machosnas高音都是 那Milalu就是中音 中間的聲部 唱中間的聲部 那還有Machosnas低音 誰是唱低音的 應該很多吧 因為我沒有跟他套過 所以他們現在可能有一下反應不及 從來沒有必須要這樣去思考自己怎麼唱歌的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聲部 叫Machos亮聲高音 等一下你注意聽喔 他的聲音就特別亮 這個是布諾族特有的 平常我們在講西方的合唱 我們會是Soprano Auto Tenor Bass 可是我幾乎到每個部落就會聽到一個 好尖好亮的聲音 特別高 好像銅聲一樣 我發現 我在經過跟族人的訪談 他說這個叫Machos 也就是說好尖好尖的 我就把它翻成亮聲高音 哇那就在高空這樣 裝點了整個合音的色彩 這是布諾族的聲部 布諾族人以自己的話去形容這個高中低 於是每個人會按照自己的聲音的高低 各自找自己的聲部 這個都是一種默契 這些東西是經過我的搖和訪談 把它給寫下來 因為我們好奇 我們想要知道 其實主人就是聽到 就是這麼唱 然後會自己找自己的路 自己找自己的路徑 所有的Laproon合唱和合音的人 會找自己的路徑去合上這個主音的旋律 那那個路徑有沒有規則 是有規則 是有規則 說起來可以上一整堂課 所以我就跳到最後 合音的規則 經過我的了解 居然跟西方的對位法是相呼應的 我們在學音樂的時候 不是學合聲學 就是學對位法 對位法是在討論的就是 不同的聲部之間怎麼相互對應 比如說我聽到旁邊的人呢 他往上走 我就往下唱 相反的方向 這個在西方叫Country motion 反向 或者族人會說 或者是他往上 我就用另外一個聲音跟他一起往上 比如說Miso 我就Dong 平行 這是最早西方九世紀就出現的平行 的這個負一 同向 或者是他不動我動 或者是他動我不動 這所有的概念全部都是西方人 經過好幾百年的實踐 發展出來的 對位法裡面的一些 聲部進行的規則 那族人其實就是 憑著人類與生俱來的美感知覺 去聽 去感受 去找自己的路 於是呢 發展出來 讓學者很驚訝的 就是不管是在和聲上面 這種音高的選擇 剛剛我不是說都是用Dong Mi So嗎 這就是布農族人的音間 So Do Mi So 如果你看得到譜號 So Do Mi So 三和弦 全部就是這幾個音 頂多加上一個 Re So Mi Re Do 經過音 就是這樣子有意識的御用 所以為什麼聽起來一片和諧呢 每個人找自己的路 不管怎麼找 一定都是在 So Do Mi So 這四個音的範疇裡面去走 往上 往下 高 低 都是在這一個制約 一個非常和諧的制約之下 去完成 於是我們說 為什麼說是天籃 因為這個就是在大自然裡面呢 如果學物理的人應該知道 我們的音樂稱為泛音現象 什麼叫泛音呢 不是那個佛叫那個泛音 是這個泛 Overtone 也就是任何一個物體 只要它發出一個特定的音高 我們就說比如說一個特定的TG 比如說 這樣的時候呢 其實呢 這個發聲的物質呢 它不只是全體震動 它的每一部分都震動 全體震動發出一個最大聲的聲音 就是你們可能都聽到 這個是基音 可是同時呢 它的二分之一 它的三分之一 它的四分之一 它的五分之一 它的每一個部分也同時在震動 比如說一根弦 全體震動如果發出一個 Do的音高的話 二分之一會發出高八度的Do 三分之一會發出高五度 就是Do 它就會發成So 四分之一會發成 Do 這個音可以講 Do Do So Do Mi So 四分之一就會發出 So Do 四度 也就是說全體震動 每一部分震動 那越是泛音列前面幾個音呢 越容易被聽到 這就是為什麼呢 不如主人在生活裡面聽到了 So Do Mi So 因為它就是泛音列前面 前面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好 等一下我們在介紹 八目回音的時候 我會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你就會知道 真的有泛音耶 真的有泛音耶 我們平常耳朵是聽到最大聲的 其實呢 高音還有一串的音 某一些民族會特別 用特別的技巧 用口腔的共鳴呢 把這個上面的泛音演奏出來 等一下我們看到布農族的 樂器演奏的時候 你也會聽到泛音 所以布農族不是開玩笑的 布農族人真的在很古老的時候 在祖先的這個 聽覺的實踐的時候 就知道泛音 比如說演奏宮琴的時候 你不要看等一下的這個 我們布農族的朋友 有一邊演奏宮琴 他的口腔 在做一些事情 會把高音的泛音的旋律給共鳴出來 於是我們會聽到兩個旋律 一個就是持續的那個基音 就是全體發出來 整根弦發出來的聲音 可是同時用嘴巴會共鳴出高音的泛音 於是有另外一個旋律 這個就是用音樂來實踐物理學 或者在實驗上可以證明出來的真理 那口腔也是這樣子 布農族人口腔也是在玩泛音 那布農族的合唱和音 就是把這個泛音前面的手 拿來做有意識的運用 發展出了剛剛的主音 還有這個和音 各個聲部的很漂亮的和聲 那這些東西呢 載載都證明說 條條大路通羅馬 只要是真理 只要是大自然界很美妙的東西 不一定是西方 也不一定是哪個地方 只要你用心聆聽你就會聽到 有的文化發展出了很有意識的一個系統 比如說西方的古典音樂 但是在布農族人 布農族人最早的主居地是在南投 南投信義江的山上 我們這個部落 就是很接近主居地的一個部落 所以他們保存得非常完整 他們把這個活化石 保存得非常棒 所以就是我們的政府呢 文化部的文資局 在成立之後 一直在跟著聯合國UNESCO組織 做的一個所謂的人類 非物質的無形文化財的一個登陸保存 就是趕快去找還有哪一些 indangered species 就是快要兵移滅亡的 快要傳不下去的 很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 把它給登陸下來 登陸下來之後 政府給予一些助力 來保存 這個團體就是第一個原住民團體 透過學者們的考察 覺得它保存的東西非常完整 尤其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最後的壓軸 就是一般所稱的八部合一 可以說是最穩定的傳習 最知道自己在唱什麼 唱好唱不好自己知道的 每一次唱都不一樣 有時候族人會說今天唱得很棒 有時候覺得說今天不太好 在古代的時候 唱得好的時候小米就要豐收了 唱得不好的時候 哇心裡怕怕的 是跟傳統生活跟禁忌結合在一起 那表示族人知道什麼是好 什麼是不好 好是什麼 好就是和諧 不好就是不和諧 那和諧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說的 翻譯的 Do Do Sol Do Mi Sol Do Do Sol Do Sol Do Sol 五度音程 這個五度音程如果唱 Do Sol 你等一下最後聽 它如果呈現很和諧 如果你有學過一些樂理 或者你學過樂器 你一定要知道 琴鍵上Do Sol按下去是什麼 如果它唱得非常和諧 OK天神喜歡 天神非常喜歡 這一切就是圓滿 要是大家呢 沒有注意聽或今天狀況不好 或怎麼樣 哇 Do Sol 哇 稍微有一點點不和諧 就有一點點不太妙 所以族人對於聲響上 是非常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即便他們不知道西方人那一套理論 這個是布農族歌唱最珍貴的地方 真的聽到了這個很棒的東西 OK 所以我剛剛LaLaLa講了這麼多 讓大家知道布農族的聲部 主音和音 和音有好幾個 依據自己的詩音高去找自己的路去和 但是都是以什麼呢 Sol Do Mi Sol 這些音為範疇 來玩它的這個 我們獨外人所說的所謂的複音音樂 就是多聲部的音樂 複音音樂就是多聲部的音樂 形成了這麼一片 非常飽滿的聲響 非常飽滿又和諧的織度 接下來再請主人為我們演唱 一樣也是一首佢歌 叫 就是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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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 狼鼠要去哪里呢 这是一个小朋友的问答 狼鼠要去哪里 妈妈说他要去哪里 他要去猎山腔 他说猎山腔做什么呢 要去做什么 就是这样一问一答 即便这样子同样 族人还是要用和音来唱 所以请大家再聆听一次 他们用这样很特殊的一种和弦式的唱法 来唱布农族的古调 欢迎订阅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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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發出一個音膏 這時候整根琴弦的震動 就會發出最大的音膏 就是我們的人耳 通常是一定可以聽得到的一個音 我們稱為 Fundamental 基音 這個是一個 那因為呢 因為弓琴只有一根弦 它不像鋼琴有這麼多的弦 或者是小粒琴有四根弦 它只有一根弦 所以它只能夠發出一個固定的音膏 噗噗噗噗噗噗噗 就是一個固定的音膏 那弓琴族呢 很巧妙地利用口腔 等一下會看到這個弓琴的口琴呢 為什麼他們在演奏的時候 這弓琴呢 為什麼要把它放在嘴巴裡 所以我們平常呢 像我們在考樂器學方面的考試的時候 最喜歡問一個問題就是 咦弓琴是屬於哪一種音樂樂器 到底是弦名還是器名 或者是口方琴也是一樣 它到底是體名還是器名 很多的人不加思索 說那當然是器名啊 因為所謂器名就是管樂器 都要用嘴巴放在嘴巴裡面 問題是這個弓琴呢 它放在嘴巴裡面不是用 不是震動嘴巴口腔裡面的空氣來發聲 嘴巴的作用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共鳴腔 共鳴腔 這個簡單的樂器放在嘴巴裡面 口腔不是是一個cavity 是一個腔體嗎 利用這個腔體呢 把聲音共鳴出來 而且利用口型的變化 主人會很巧妙地用口型的變化呢 來把上面的這個範音看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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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上面的範音呢 依據它所要的這個音高呢 去共鳴出那個音高 於是就會出現兩個音高 但是高音的這個範音旋律是微弱的 因為範音本來就是微弱的 它是局部局部逐步發出的聲音 平常我們沒有辦法辨認 平常所有的範音合起來就是一個音色 每一個人的音色之所以不同 或是你的朋友打電話給你 你一聽就知道說 啊 這個是某某某 啊 這個是爸爸 那個是媽媽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的音色不同 如果把你的聲音放到這個聲譜儀去分析 每一個人的範音的構造都不一樣 於是就有不同的音色 等一下講到巴斯噗噗的時候 你會看到聲譜儀上面出現的巴斯噗噗 你就知道哇 真的耶 我們平常只聽到一個聲音 其實它上面有一整串的聲音都在發生 只是上面的聲音是比較微弱的 好 那當我們有意識的 把某一個聲音共鳴出來的時候 它會被聽到 好像有一個民族就是最會唱的 這個所謂的雙音歌唱 是在外蒙古 比如說這個外蒙古人 或者是圖瓦人 他們那個把那個上面的範音旋律 共鳴出來的技巧是神無奇蹟 很厲害 所以你聽到兩條旋律好清楚 可是一個人唱 一個人唱出兩個旋律 這個不是靈異現象 這個是自然律 那布農族人也是 OK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先來聽功勤 布農族人的功勤 功勤是在很多文化裡面都有的 因為呢 它很簡單 它的構造很簡單 它其實就是一個竹片 好 加綁上一根繩子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先來聽 好 那個 我們的這個布農族朋友來 為我們演出一段空氣的演奏 我們再來討論 結束了 按摩 我可以看到再昂述 攪拌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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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这些老人家都是部落的宝 刚刚有听到这高音有一些微弱的声响 在那边飘来飘去的朋友们请举手 有没有听到 有人有听到对不对 他微弱 可是很奇妙的音色 然后低音那个底下的fundamental就是基音 然后高音还有很多声音在那边跑来跑去 其实这是有旋律的 那请问阿谢南妈 你刚刚演奏那个高音的旋律 你可不可以哼给我们听 高音那个旋律 高音你用唱的 你要 我说你用唱的 你刚刚想要表现的 好你看 是不是 好所以呢因为翻译是比较微弱的 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听得这么清楚说它是不是具体那几个音高 可是你一定有感受到 好那我刚刚就是问 好我就是问阿嬷说你有没有在 有啊 他心里有一个旋律的 在那个嘣嘣嘣嘣的低音之外 他要想要出 表现出一个高音的旋律 但是就是在玩泛音 他就是在试着用自己的嘴巴 来把泛音共鸣出来 好那黑泽龙潮也是一样 在布农族的部落 那时候是在地利部落 是在这个明德村山下 比较低的一个附近的部落呢 踩入到宫琴 他也是觉得哇我的天啊 他就觉得宫琴这种有意识的在乐器里面运用泛音 的这一种的这个听觉的实践 应该就是布农族的复音歌唱 布农族的这种和音的来源 就是因为听到这个最后发展出歌乐 他觉得宫琴跟布农族的这种多声部的歌唱之间呢 绝对有必然的关系 他还写了一些论文 这是早在1952年那个年代 就已经发表在世界的期刊之上 那主人中间虽然经过了很多外来的文化 包括日本人把这个传统的文化呢 有很多的压制的行为 或者后来的早期戒严时期啊 这个传统的东西没有被那么鼓励 但是呢明德部落的主人呢 还是继续用自己的方法把它传承下来 所以到现在我们还听得到 好 那我请阿嬷再演奏一次 大家仔细的听哦 那个翻译是微弱的 可是他在 他在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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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dzie 全部就是 哒哒嗒哒哒 全部都是 西方三和弦裡面的這三個音 也就是範音歌的三四五六個音 这第二次的泛音更明显 我觉得阿嬷现在比较不紧张 所以泛音比较清楚 这要技术的 谢谢阿嬷 下一位 我们要来听口黄琴 完全一样的原理 所以你看不管是唱 不管是乐器 一切都绕着泛音 其实主人根本不知道这些 就是听到了 就一直从古道经 就是这么玩 这个是年轻代 这个不能叫阿嬷 这个比我还年轻 秀玉就是刚刚唱的那个Mongis 知道吗 他要演奏口黄琴 我们现在也看到传奇的成果了 自从2010年指定以来 他们有责任 要把这个东西 一代一代要传到年轻人 所以以往 大概真的都只有老人家有办法演奏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 秀玉现在站出来演奏 这是很棒的事情 就是表示有新生诞 来开始去把这些古老的记忆传承下来 好 那我们先来听秀玉来演奏口黄琴 一样注意听他的泛音的弦率 音乐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没有听得很清楚 你先弄一下那个旋律吧 是不是跟你刚刚听到的是类似 对不对 对 一样是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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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口黄清的高音更明显 所以我刚刚应该很清楚的听到 一个是低音 不变的一个低音 然后高音的时候呢 那个声音非常奇特的 那个声音好像带点鼻音这样子的音色 那个旋律的路线呢 就是刚刚秀玉所唱的 所以他所想的跟他演奏出来的 蛮一致的 对不对 好 很难的机会你再演奏一次给我们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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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口黃情都是只有單黃 而且是銅黃 聲音是比較亮的 口黃情不是只有不農族有 很多原住民都有 世界上很多的民族都有 那像台灣的賽德克族呢 他不只有單黃 還有二黃 還有四黃 還有五黃 那就表示他的黃片 如果是四黃 就有四個黃片 有四個不同的音高 那不農族的黃片只有單黃 其實單黃是最難吹的 因為就是只有單黃 只有一個音高 所以你還要靠著口腔的共鳴 把高音的泛音的音色 還有旋律做出來 它就產生非常特殊的一種 其實也是副音音樂 它就是兩聲部的 Polyphonic 副音音樂 在樂器裡面也實踐 那布農族人通常是在 什麼樣的情境演奏樂器呢 是孤單的時候 無聊的時候 要排遣寂寞的時候 會自於來演奏這些樂器 那是在非常安靜的山林裡面的 一個特殊的聲響 那如果是在賽德克族呢 或者是泰雅族 這個口腔是用來做什麼 是來表達愛意的 來談戀愛的 來求愛的 它有不同的社會功能 布農族人是含蓄的不得了 他們不是用來表達愛意的 他們就是自己排淺寂寞 那布農族真的是一個 非常特殊的民族 除了剛剛說的 這些聲響的特質之外 你們有沒有發現 從剛剛到現在 他們唱歌從來不跳舞的 這是我們所有原住民裡面 唯一一個不跳舞的民族 為什麼呢 也可能跟居住的地方很高 沒有很大的腹地可以載歌載舞 那我個人另外一個 我個人認為最有利的一個理由應該是 布農族在唱歌的時候必須專心聆聽 每次主人一唱歌 就不管是搬個椅子坐下來 就低著頭 然後就一直聽 彼此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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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精緻很複雜的一個歌唱活動 所以這時候怎麼可能載歌載舞 所以布農族音樂的精緻複雜性 完全表現在聲響上 除了一首歌 等一下在祭典音樂圖 大家會看到 唯一一首他們有肢體動作 還蠻強烈的肢體動作的 好 那現在還有第三種樂器 叫四弦琴 在彼得部落是四弦 有些部落是五弦 這個四弦琴就表示還有四個弦 我們剛剛聽到的樂器 都只有一個黃或者一個弦 這個樂器呢 大家看到 以西方的樂器學來講 這個叫做奇特琴 奇特琴 就是一個最簡單 跟中國的古琴 古針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一個木板 然後呢 把弦呢 在兩端固定起來 藉著弦的鬆緊 來調整它的音高 於是四根弦就會有四根音高 好 那我們請秀蘭來幫我們演奏一段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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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裡我們又看到 剛剛從單個音高 然後在那個音高上面去玩泛音的東西 倒變成這個有四個 大家聽出來它有四個音高嗎 來請幫我們從高到低 是不是也是剛剛我說的音階 sodo mi so 頂多加上一個經過音是 re so mi re do 等一下大家聽所謂的八部和音 bassi booboo的時候就是這四個音 好 那這個旋律是布農族人在玩楚音 因為今天那個楚實在是太重不好運輸 所以今天沒有帶楚 布農族人的楚音也是很精彩的 也是一樣這四個音高 一人一個音高就開始玩起腹節奏來了 所以你會知道呢 布農族人音樂的系統是非常清楚的 族人很知道自己在玩什麼 很知道自己在用哪幾個音來做 就這麼幾個音 do mi so 頂多加上一個re 就可以變成這麼複雜的聲響 所以這個樂器呢 應該是比較晚近 才出現在部落裡面的 但是至少在日治癒時期 黑著龍巢的普查裡面 它已經出現了 然後它會跟口黃琴 跟宮琴可以做合奏 因為這裡面的所有的聲音的系統 都是一樣的 都是相合的 好 那這個樂器呢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它的整個結構呢 事實上就跟中國的古琴 中國古琴也是非常古老 孔子那個時代就有的 是一樣的道理 完全一樣的道理 好 那你就再次印證我說的 好 這個條條大陸通螺嘛 布農族人也發展出自己的一個 多弦的波弦樂器 好 我們再演奏一次 好 記得聽了布農族 現在應該對於布農族的音皆清楚了 好 就這麼幾個音 都可以完成一個小宇宙 到目前為止 這個都還是開胃菜 好 真正的重頭戲呢 是布農族的祭典音樂 好 剛剛這些人 不管是童謠 其實還有生活歌謠 今天有一首曲目 我們沒有準備 就是這個 Be started that 就是敘述寂寞之歌 那個真的是聽了唱的人 都會掉淚 好 那總之呢 不管是小朋友 或者是大人的歌謠呢 這些都是生活上可以見得到的 樂器也是 好 可是布農族人最嚴肅的 而且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是 祭典的歌曲 好 這些東西呢 跟布農族常年在山裡生活 在大自然的 跟大自然和諧共處之下 所發展出來的 各式的禁忌 各式的這個記憶 通常是跟小米的耕作有關的 各式的記憶呢 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大家講到布農族就會提到的八部合一 那八部合一是別稱 族人不這麼稱呼他 族人稱為Basibubut 等一下我會最後會跟同學 不是同學 也是同學 Basibubut是什麼 他的字意是什麼 跟八部合一其實沒有關係 那就功能來講 他是祈禱小母豐收歌 所以這首音樂呢 他本身就是一個祈禱 他沒有歌詞 完全就是各式的音高跟音色 表現出一個很前進的一個心 跟一個態度 所以布農族人在面對記憶音樂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心態 那一樣也是用polyphonic 用合音的方式來表現 那我想 等一下的一長串的表演呢 我都不中斷 我讓族人呢 完整的先表演完 第一個 Majerumach傳訊歌 你要想想呢 是在山的那一頭 當族人呢 去採收玩小米 或者打獵玩 甚至出草玩 在執行一些重要的事情回來之後呢 在很遠的山頭呢 拉開嗓門 告訴部落的家人說 我們要回來了 所以我們知道傳訊歌 那他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揹這些木材啊 揹這些很重的東西啊 小米很辛苦 他也是工作歌 藉著這樣子 提聲士氣 也告訴家人 Majerumach就是向著家 等一下 他們就會這麼進場 然後接下來呢 Majerumach就是凱旋歌 再來呢 Bistahi 祭槍歌 在出發去打獵之前 也是一樣 先唱這首吉祥歌 在巫師的祝福之下呢 祈禱 等一下去打獵的行動會豐收 然後在豐收之後呢 回到部落呢 會有Majerumach就是爆戰功 每一個人出來講說 我做了什麼事 我獵了幾個人頭 或者是我打到了什麼樣的動物等等 好 那最後呢 是Mislaf Gahuzas 就是飲酒歌 好 這幾首呢 都是布農族的經典曲 每一首都不一樣 其中呢 第四首的Majerumach就是我說布農族 唯一一首有肢體動作的 有的族人說 這是我們布農族的rap 它完全就是 就是像在朗誦一樣 然後加上很有律動的肢體動作 那飲酒歌呢 是在所有的大家歡聚的場合的時候 都會唱的 我也常常跟布農族朋友一起 在歡聚的時候呢 的確喝著喝著酒就開始 大家就唱起來一片和諧的飲酒歌 好 那前面三首都是祭典的音樂 好 這五首音樂結束之後呢 我會再有一段解說 再讓大家呢 親耳去聆聽所謂的bassibu 好 那現在就請主任為我們表演 這五首祭典的歌曲 哦 哦 哦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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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剛剛看到朋友在底下有些人聽了 不自覺的微笑起來 很美對不對 這樣的音樂渾然天成 主人在整個傳奇的時候完全不看譜的 完全不看譜的 所以不管是什麼樣的旋律 不管它是像歌舞一樣的 有固定的節拍式的音樂 或者是剛剛最後一首飲酒的歌 Mr.Auf Gaudas 它是整個很自由的 自由的節拍音樂就是這樣流動 不管怎麼樣 大家應該都可以觀察出來 可以聽到我剛剛說的不容竹人唱法 就是一個主要的主音的旋律 其他人各自找自己的路 各自依據自己的音色去和音 於是就形成了一片 一片和諧的一個矩度 因為每一部都是用同樣的節奏唱 所以我們聽起來就很像西方的和聲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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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這一切的 都在一個規範裡面的規範就是 Soto Mi So 翻譯列的前面幾個音 於是它非常非常的和諧 所以不容竹人的和聲感 真的是從小在族群裡面 天然就培養起來的 你要他一個人唱歌 他真的覺得很不習慣 也不好聽 因為一唱就一定是要這樣的一個場面 好 那剛剛大家有沒有聽到 倒數第二首那個Malas Dabang 那個非常有律動感 這個就是不容竹人跳舞的極限了 就是這樣 非常有力量的 Malas Dabang這個字呢 它原本的意思是什麼呢 Dabang 有沒有人去過鄒主? Dabang社 Dabang 如果你去過鄒主 參加過他的Maiasby 他的戰績 他常常就是在一個最大的部落叫Dabang社 所以這個Malas Dabang是怎麼呢 在古代的時候 鄒主跟布農族常常互相打仗的 也要去列人頭的 Malas Dabang就是Dabang去 把他們人頭列下來 就回來爆戰功 當然這個出草的文化現在當然是不存在 但這個就是一個歷史的記憶 好 最後在我們聽族人唱最後一首歌之前呢 再給大家一些知性的一個介紹 我們在這之前講的都是和諧式複音 就聽起來像是西方的和諧 和聲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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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但是呢 布農族只有一首歌呈現一個 我會用諜瓦式複音來形容它 什麼叫諜瓦式複音呢 當然這都是我們族外人去形容 我們所聽到的東西 族人不講這些 族人就是講這就是Basibo 族人也不會講八部活物 就是Basibo 這裡面有一些觀念可以介紹給大家 這首歌呢 等一下大家在聽的時候 這首歌絕對不能讓他們唱第二次 所以只有一次機會 第一個是因為這首歌呢 是神聖的 對他們來講 這個就是對天神最前進的祈禱 這種東西再重複一次也是不合宜的 另外一個是唱這首歌實在太累了 太累了 所以我們剛剛在安排這個整個流程的時候 我們特別安排前面的既宜歌曲先唱 然後我來講一講話 讓族人剛剛已經 Masterbound已經有點辛苦了 進去休息一下 準備好了 再來唱最後一首布農族最大的歌 布農族最大的歌就是Basibo 祈禱小米豐收歌 那它的音樂制度呢 這首歌我沒有辦法用五線譜來表現 剛剛有一些音樂我是繼承了五線譜 我也提到說 我怎麼樣把族人 騙族人一起唱歌的一種假象 錄到它每一個胸部 那是可以用五線譜來記載它的音高 這首歌沒有辦法 這首歌我只能夠把它的音樂的模式 我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記譜 你會看到呢 它基本上就是整個音樂是 有一條線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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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上滑動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 它還是一樣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主音的概念 這一部叫做Mahusmas 就是最高音 這最高音不能斷 絕對不能斷 斷了呢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很不吉祥的事情 所以這一部一定至少有三個人 這個人沒有氣了 要換氣的時候其他人還撐著 於是接力接力的一樣 一定要把最高最高這個旋律 就像主人的祈禱一樣 一定要保持是不間斷的 然後每一個人呢 休息再進來的時候 他常常會用稍微高一點點的音高 於是呢一點一點一點的 那個音高是微分 比我們所知道的半音還要再更小 於是一點一點一點的往上移動 代表的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祈禱 向上的祈禱 這一部Mahusmas 等一下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會有幾個唱的是最高的音 這幾個人負責把這個高音呢 做的綿音也不斷 然後另外還有三個聲部是在底下 就是大家在我這個簡單的 這個graphic 這個圖像式的譜裡面看到 這底下會有斷斷續續 斷斷續續斷斷續續的線條 這些線條代表的是聲部 那這些聲部好像有個規律 所以實際上他們的唱出來會像是 一直往上移動 它中間的音程呢 也就是我們剛剛一直不斷提到的 泛音列前面的三個音 頂多再加一個re 所以 成為小三度 完全四度 五度 是不是剛剛把泛音那個 這幾個音程全部縱向排列出來 所以你說不同的人懂不懂西方和聲 他可能不懂 可是他知不知道他會不會唱 他會唱 因為這個就是大自然 上天給的聲音 所以呢就是這樣喔 剛剛那只是一個圖 現在我把他的音程寫上去 哒哒哒哒哒哒 好之後呢 最後那個哒 最低的這個ma bon bon 這一步還沒唱完的時候呢 在倒數從上面 最高數過來的這個第二個聲部呢 他馬上要接下去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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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個一個must heart就是一個記號 意思就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再上去不行了 所以主人在唱每一次都是一個挑戰 每一天的聲音的狀況不同 所以高音的人會自己決定 差不多什麼時候是終點 在古代的時候唱幾輪 有的部落是跟著碎石祭儀 跟著祭典的一些禁忌會結合起來 可是現在主人在演出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以最高音的人 他決定差不多要到終點的時候 就會給一個訊號 於是差不多再唱一輪唱兩輪 就要停下來了 所以最後呢 我們大家最後注意的聽 在最後 他有沒有停在一個非常和諧的完全五度 就是 這個就是主人所說的一個最完滿 最完滿的狀況 如果能夠在一個非常和諧的五度 那現在在他們表演的時候 我常常還會再加上中間 噹噹噹噹 哇 這個真的就是標準的大三和諧 噹噹噹 就停在一個一片和諧之中 不再往上移了 好 這個就是終點 這個就是完滿 這個就是終點 所以呢 理想上 噹噹噹噹噹噹 每一次的歌唱 最後呢不管中間過程怎麼樣的辛苦 怎麼樣的調整 中間一定會有不協和的地方 因為呢 我現在 剛才我說小三度 四度 五度 我好不容易這個最低音的人 把這個高音 把音高調整成高音很協和了 結果他又往上爬 因為高音就是要負責往上爬嘛 好 這個 這個彩浹更清楚的就是他像階梯式的 因為每一個人進來 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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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几乎像在追赶一样 其他的声部一直在追赶最高音的声部 要努力跟他保持和谐 他又跑 我再追上去 他再跑 我再追 就希望可以到和谐 追都追不上 他怎么一直往上跑 到最后Massar的时候 他不再跑了 于是就停在一个静态的 完满的声响上结束 所以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戏剧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戏剧式的 也不知道布农族人 怎么会在这么漫长的声音的实践中 发展出这样的形式 这真的很奇妙 真的很奇妙 这是绝佳的音感练习 我们曾经有一些国外的学者来 我们带到部落 他们想要跟着一起唱 他们没办法唱的 因为这个真的耳朵要非常敏锐 而且这是极度的团队合作 它是一个动的 它不是静的 它也不是写在谱上 你只要照着这个谱唱就好了 不是 因为高音每一次爬的速度不同 状况不同 其他的声音必须一直听 一直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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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最终的和谐 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探险 就是一个探险 所以主人每次唱完这个就很累 还有就是在唱的时候 主人会用一个比较绷紧的喉咙 绷紧的状态 绷紧的声带来唱 这个绷紧的状态造成一种效果 就是所有的泛音都被挤出来了 都被挤出来了 不是用西方的美声唱法唱出非常完满的声音 而是甚至是有点粗糙的一个音色 比如说 如果是这样的声音的话 高音的那些泛音挤不出来的 所以布农族的白石布布的歌唱方式呢 我们也称为它是一种喉音歌唱 就跟土瓦人跟外蒙古人一样 是用很绷紧的喉咙来唱歌 这样子的一种发声方式呢 特别会把泛音给挤出来 这是一个影片 这个是在1988年 吴隆顺老师在法国的一个实业室里面呢 他把就是这个明德部落 就是今天来的南投县西医乡部的文化协会 的老一辈的族人 这里面歌唱的人呢 都是今天在台上的这些族人的父亲辈 而且全部都已经离世了 在那个时候录下来的巴斯附伯 跟现在的唱法保持稳定 那个时候呢 吴隆顺老师把这一个录音档 带到法国的一个研究室 把它放在声符仪里面 等于是把这个声音呢 这个机器会把这些音声音 这个音乐全部分析成泛音的构造 我刚刚不是讲吗 当一个声音 一个声音的全体发声的时候 它的每一个部分也同时发声 这每一个声音呢 在声符仪上都会出现不同的线条 如果有五个泛音的时候 就会有五个线条 六个 七个就是线条 到最后三十几个泛音全部出现 所以当你看到那个 现在目前这个声符仪上什么都没有 因为还没看唱 随着往上走 这个是录影的记录 你会看到每一个隔线 这上面的每一个隔线 就代表一个特定的音高 你会看到呢 那个线条越来越多一直往上 等到整个声符仪的空间 那边全部都满了的泛音的时候 那个声音呢 那个表示你所听到的声音是 好多好多好多的声音同时发出 我想是这个原因 外人把它称为八部合音 意思是什么呢 汉人的八 就是很多的意思 大家应该听过八音嘛 八音合奏 客家八音 或者是中国的乐器分类法 是称为八音 有没有人知道八音是哪八音 金 石 丝 竹 袍 土 格 木 这里指的是各种不同乐器 各种不同材质所做的乐器 到后来我们讲八音就是指大合奏 ensemble好像西洋的orchestra也 所以你看客家八音 闽南八音 它一定是八个乐器吗 不一定 像客家八音只有四个演奏者 我也曾经带美农的客家八音 我们曾经到巴黎去演奏 哇 巴黎人好喜欢 那只有四个人为什么叫八音呢 所以中国人是蛮浪漫的 中国人在表述事情的时候 没有像西方人那么量化 或者那么精确 其实八音意思就是好多乐器一起合奏 所以我个人认为 汉人称为它八部合音 意思就是说哇他们唱歌怎么那么多声部啊 那依据木农族人的口传的传说 这个音乐的起源呢 像明的部落他们就认为这是瀑布的声音 所以他们的祖先呢有一次在猎场 在猎场的一个奇遇 他们听到哇好特殊的声响 找啊找啊找啊发现是瀑布 所以等一下的音乐你如果把它视觉化为 像瀑布之水添上来 那是蛮合适的 那个是水冲击到岩石上 各种不同的声响同时出现 于是族人就试着 试着想要去找出这样的感觉 最后竟然发展出 刚刚我把它称为迪瓦士福音 其实真正我们在民族音乐学上的说 迪瓦士福音的指的是卡农 那个是赛德克主人最擅长的 就是卡农 就是模仿 就是前面人唱什么后面就跟 这样子的迪瓦 可是布农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结构呢 我们广义来讲也可以说是迪瓦 迪瓦是什么 就像汉族的这个传统建筑的瓦片一样 后面一片是不是叠在前面的尾巴上 然后再下一片就叠上去 叠上去 叠上去 方文叫teelarge 就是叠往 英文就称为overlapping 重叠 就是后面一个叠在前面的尾巴上 所以广义的来讲 你看 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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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一个复音的这个circle 还没有结束 下面一轮就叠上来 就一直叠 一直叠 一直叠 所有布农族的歌曲只有这首歌是这样子 真的非常的奇妙 我刚刚说的是绝佳的音感练习 曾经有一次我也是跟着这个部落到京都 2015年 京都的合唱音乐节 我们在做 那次是 我老师做工作坊 我现场对着一屋子的三四百个 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指挥 做英文的翻译 这些指挥结束之后 哇 简直是觉得这实在太奇妙了 我没有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我们的乐 给我们的合唱团做他们的发声练习 因为怎么会有一个民族发展出这种一直在动的结构 而且在这个动的结构里面 你要一直保持住和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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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耳朵 训练耳朵 像这个就是很多很多 这个是照片 就是我截取到了最后面 那个泛音列 泛音全部都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声补移的现象 表示十几 二十 三十几个泛音 刚开始还比较少 好 越来越多 好 所以呢 在族人他们亲身为我们示范之前呢 先给大家听一次 老一辈的族人所唱的Basiburot 请注意看他在声譜语上的表现 只要你看完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这一切就跟所有的歌的基本原理一样 都是建构在泛音 聆听泛音 表现泛音 而形成一个系统 第二步 叫曼吉利 所以现在同时有两步 对不对 第三步进来 叫曼吉利 也是只有两步 永远都只有两步 没有八步 好 妈蹦蹦 最低 五度音程 现在开始有点点往上移了 第二次 好 第二轮的这个复音的结构 你们看到上面的泛音越来越多 随着声音越来越高 红越来越紧 就是 泛音越来越多了 好 那你如果没有流星片子觉得 哇 好饱满 其实每一次只有两个音而已 两个音却有这么多音 好 第三轮 越来越亮 高音的泛音越来越亮 往上移了 你们听到高音在往上跑 好 你看现在最低的这个声波 要想办法赶快追上去 好 又往上跑了 第四轮 好 高音其实不断在往上移动 所以底下的声波要跟 你们注意到现在 整个空间都已经布满了 泛音表示他被共鸣出来了 又上去 又是下一轮 Mouse Heart 好 快要到终点了 声音越高 上面的高泛音就越亮 表示他声音越大声 好 再来 尤其是A 当A进来的时候 通最紧 泛音最多 泛音最多 通最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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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请 南投县信义乡布农文化协会 好 明德村部落的主人们来为我们唱 他们从古到京 一直都还传习的相当完整的Bassibubu 那Bassibubu到底字意思是什么呢 好 其实主人认为就是拔河的意思 像不像拔河 好 再拉扯 拔河拔河 好 这是一个需要极度的 团队合作 团队聆听的一首曲子 好 这个是祈祷 这里面没有歌词 你们刚刚没有听到任何 像在讲话的歌词吧 它就是 O E E O 全部都是母音 好 那这时候我们会说 他没有字意 可是他们有意义 这个音乐是有绝对的意义的 这首曲子在古代的时候只有男生 而且是必须受尊敬的 在祖里受到尊敬的圣洁的男生 在小米播种之前 必须准备预备身心灵 才能够聚集在祭司的住处这个地方来开始 他们在唱的时候通常中间会放着种素 就是要播种的小米 借着这样的行动呢 祝福求天神祝福这些种素 播种下去的时候能够丰收 这个就是巴斯布布祈祷小米丰收歌 好 好 好 所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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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